背叛 雪雪我们要做一辈子的闺蜜 不许背叛对方哦 当然啦 林林 林林和雪雪是很要好的闺蜜 几乎形影不离 哪都能看到她们在一起 以前林林是个内向的女孩 因为遇到了雪雪她开始变得活泼起来 曾经雪雪也是个学习差的女孩 因为遇到了林林她的学习成绩逐渐提升 所有人都认为她们会是一辈子的好闺蜜 但是她们相处的时间长了以后 雪雪开始对林林有些意见 因为雪雪每次跟林林讲她的秘密时 林林都会大声说这是真的吗 然后就把她的秘密重复讲了一遍 所有人都听得哈哈大笑 林林跟雪雪手玩手走路时 还经常踩到雪雪 还有很多事情都让雪雪很反感 有一次林林又不小心踩到雪雪了 林林说对不起雪雪 对不起雪雪 我不是故意的 雪雪气愤的说你够了 每次都道歉结果之后还是这样 道歉有个屁用 我告诉你我忍你很久了 接着雪雪把她所有对林林不满的事 全都说了出来 很多人听到了声音 聚集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雪雪说完后又附加了一句 当初我真的是眼瞎了 怎么会跟你这种人做闺蜜 然后雪雪就转过身头 也不回地走了 林林站在走廊上愣住了 所有人都纷纷议论 爱这么好的闺蜜怎么会闹成这样子 林林心想对不起雪雪 我会变成你喜欢的样子的 我们一定还能和好的 林林回到教室找到了雪雪 内疚地说 对不起雪雪 我这次真的知错了 我会改的我们还是闺蜜对吧 雪雪 雪雪说 SB你永远都不会改的 你鬼我不想看见你 林林只好失落地离开了 两分钟后 上课铃响起了 老师带着一位漂亮的女生走了进来说 这位同学是从其他班转到我们班的 大家要跟他好好相处哦 这位同学做个自我介绍吧 新同学说大家好 我叫青青 我的兴趣爱好是弹琴和唱歌 我在之前的班是班长 青青说了一堆 最后说请大家多多关照 然后老师就说 你就跟雪雪坐同桌吧 老师说完就指向了雪雪的位子 青青就走了过去 坐在了雪雪的旁边 祝 林林是雪雪后桌 青青伸出手对雪雪说你好啊 我们能做朋友吗 雪雪心想 青青感觉比林林好多了 干脆就跟她做闺蜜吧 于是雪雪握住了青青的手 开心地说我们做闺蜜吧 青青也开心地点了点头说 好呀 那我们下课聊哦 雪雪心想真好找到了那么好的闺蜜 林林听到了雪雪和青青的对话 她难过极了 下课后 林林把雪雪拉到了一个走廊的角落 雪雪甩开了林林的手 嫌弃地说道 干什么我得去陪青青了 林林问雪雪 你不是说过我们会是一辈子的闺蜜吗 还答应我只会教我这一个闺蜜 为什么你和青青这么快就变成闺蜜了 我对你来说算什么 雪雪说就凭青青什么都比你好呗 林林说我们还做过闺蜜协议书啊 雪雪说把那协议书撕掉不就完事了 以后我们就再无瓜葛 说完雪雪就把林林带回了教室 雪雪把林林的协议书找了出来 又拿出了她自己的那份 雪雪毫不犹豫地把两份协议书撕掉了 一个个纸片从空中落了下来 全班都惊讶地看着林林和雪雪 林林的眼眶都是累 但她还是努力地忍着泪水 她默默捡起了落在地上被雪雪撕碎的协议 林林从书包里拿出了胶水 打算把闺蜜协议书重新粘起来 这一幕又被雪雪看到了她更加愤怒 她直接夺走了林林手上碎成纸片的协议书 直接把协议书丢进了垃圾桶 这次林林忍不住地一下子哭了出来 却没有一个人来安慰林林 轻轻向雪雪问道那个人是不是学校最厉害的人 雪雪不屑地说道 她明明那么大大咧咧现在说不定还是装哭的 想让别人同情她演技这么好怎么不去当演员 真搞不明白我以前怎么会跟她当闺蜜 轻轻坏笑了一下 然后抱住雪雪说反正你不是还有我吗 她很坏她对你不好 但是我会一直对你好搭 雪雪开心地说呵呵还是轻轻对我最好了 从那天开始雪雪和轻轻的关系好了起来 而林林这边也有人想要跟林林一起玩 但林林却拒绝了还说了抱歉 我只想跟雪雪玩 我会为她改变 我会让她看见我慢慢变优秀 我等得起她所以之后再也没人跟林林完了 林林改掉了她的性格 她逐渐变得文静起来 做事也变得很仔细谨慎认真 林林心想我改变了这么多雪雪之道的话 她肯定会回心转意重新跟我做闺蜜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林林来到了学校 碰巧看到了雪雪和青青 林林发现雪雪和青青竟然穿了闺蜜装 林林崩溃了 但是林林又没办法阻止雪雪和青青做闺蜜 她只好默默地看着 林林又想到看来闺蜜再也做不成了 要不就做个朋友吧 于是第一节课下课后 林林刚想找雪雪聊天 老师却突然对雪雪说 雪雪你来一趟我办公室 林林只好在雪雪的座位旁等雪雪回来 这时青青问你在这干嘛 找雪雪有什么事情吗 是啊 我找雪雪是有什么事 青青追问说什么事 跟我说我在跟雪雪说 你该不会是想跟雪雪重新做闺蜜吧 林林赶紧说 不 不是的你误会了 我只是想跟雪雪做朋友而已 也想让她看到我为她的改变 希望她能够原谅我 青青回了身卧说完对林林翻了个白眼 五分钟后 林林通过窗户看到雪雪 正在从走廊的一头走回教室 青青也看到了雪雪 走进教室后快要到讲台时 青青一把抓住了林林的手 青青用林林的手 重重地把她自己推倒在地 假装是林林把她给推倒的 这一幕恰巧被雪雪看到了 雪雪立马跑了过来 然后扶起了青青 并冲过去把林林推倒在地大声骂道 你为什么要来欺负我闺蜜 我跟你已经不是闺蜜了 不要再来找我了 林林带着哭腔说道 我没推她 明明是她拿我的手推自己的 青青听了之后立马装哭了起来 哭哭唧唧地跟雪雪说 雪雪没关系 林林她不是故意的 她也是因为有事情找你 所以比较激动一点 雪雪一看青青跌倒了 还在帮林林说话 于是决定相信雪雪说的就是林林推的 雪雪这时说林林 我们以后连朋友也不是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都不要找我 然后雪雪带着青青投也不回地去了保健室 林林看着雪雪离去的背影边哭边大声喊着 我真的没有推她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 我们以前不是好闺蜜吗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雪雪投也不回地继续走 青青这时偷偷转头对林林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周围的那些同学看不下去了 纷纷走过来安慰林林 可林林却什么也听不进去 只是在座位上一直一直地哭着 直到上课后 林林依旧趴在桌上 而雪雪却看都不看林林一眼 还跟身旁的青青有说有笑 而林林趴在桌上听着他们两人的谈话 想起曾经跟雪雪美好的回忆 又想到雪雪对她说的那些难听话 就觉得好难过 下课后 同学们都围在雪雪身边 对雪雪说 我们都有看到是青青拿林林的手推她自己 雪雪不耐烦地打断大家的话 你们是要站在林林那边吗 我不想再听到有关她的事情就这样 未完待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的问题 好